上人的他的言行 言出必行 他有讲出来的话 他一定会做到 大概是在十七年前 十六七年前 我们新竹的联络组 大家都很希望 能够在竹东这个七块 能够去生根 我就在竹东里面 带动了两年的 所谓的茶柜 慢慢的 人数越来越多了 算一算 会员大得也有 八百多位 我那时候心里就 很高兴了 很高兴了 总算遍地开发了 我也跟上年在分享说 竹东的音源成熟了 希望上人能够一家连步 这些的会员大得 都很喜欢见到上人 听听上人的开示 上人都好啊 没有想到 上人来到这新竹的时候 马上就形成到竹东地区 上人那一天来的时候 差不多三十五平大的地方 挤满满的人 都用赞的 最后我们大家公送上人 回城 我们上人就从里面 又再出来跟我讲 说你要继续负持主动 我当时很感动 你知道吗 上人常常讲 待人待心 他真的是带入我们的心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尽心尽力做 感谢观看